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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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 九龄今天也来了 你的手 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多谢大人关心 容大人 我就不绕弯子了 今日来 是灵儿知道了容玉的事 她想带容玉去五花山 找她的师父 看看 能不能解了这个毒 容大人一定听说过 我师父玄天散人 他平生就喜欢钻研怪节 与解毒相通吗 这 哦 玄天散人 在医术上 也是有一番造诣的 当年 我舍得让灵儿去五花山 初中并不是为了拜师学艺啊 而是为了让玄天散人 治好她天生的怪籍 我倒是不知道九龄童年 还曾有怪籍 就是赫某不想再提了 容大人 但玄天散人 在医术上确实了得 我想她一定会治好容玉的 既然有这么厉害的师父 我想九龄也应该有所剑术 容玉中的这个毒 先是让人欧血 后又让人沉睡 用什么方法 都无法将她唤醒 那你说 是什么毒 会这么的奇特 我 她一个小丫头 在五花山就知道瞎玩 她怎么可能知道呢 容大人 时间都过了这么久了 太医院也束手无策 容玉去五花山的事 还是抓紧时间 赶紧定下来吧 贺大将军 我不同意 为什么 占星馆的人 死也要死在占星馆 未必会死啊 容大人 这可是荣誉的一线生机 你可不能如此固承 将军莫劝 寒山四一行 我已经追回莫及 这次 我不会再让荣誉离开 容家 已经凋零到只有我和荣誉了 所以不论生和死 我们殊之以后 都会相依为命 容大人 也多谢九龄 为荣誉着想那么多 如此情深意切 得妻如此 乃荣誉之幸哪 得妻如此 乃荣誉之幸哪 爹 容大人想干什么 为何这个时候下聘礼 容公子现在这种情况 还考虑什么成亲 再怎么样 也要等他好了再说呀 爹 你怎么不说话 你真想叫九龄冲喜去吗 爹 行了 我 公子的聘礼是他之前 一件一件亲自点好 现在已经全部送至府上 有劳了 有劳了 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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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誉 荣誉她怎么样了 和尚 你也想她好对不对 你也想她醒过来对不对 和尚 和尚 我有办法 但我们不想她 让自己来努力